哈喽大家好,我是再见小男们 告别无双与成因之后 杨过继续寻找小龙女的踪迹 路途中他遇见了老顽童周伯通 别看人家疯疯癫癫 这人不仅是郭靖的老朋友 更是王重阳的实地 身后的无意自然不在话下 可惜没隔多久 一群诡异的家伙立刻将周伯通打包带走 看见这般奇景 杨过追了上去 并且来到一座深谷 那里山市陷峻 敲壁上树有壮丽的建筑 与其说是世外桃源 不如说是难以攻破的要塞 没错,这地就是世人所称的绝情谷 而后杨过于此处认识一位少女 对方容貌清秀,气度芳菲 嘴边有粒小小的黑质 更显俏丽可爱 她是绝情谷谷主的女儿 名叫公孙绿鳄 至于为何捉拿周伯通 原来这老顽童曾大闹绝情谷 除了吭走上好的灵芝 还放火烧毁兵器库房 所以绿鳄的父亲才下令抓人 话说回来 绝情谷地处偏僻 经过此处的旅人少之又少 正因如此 杨过的造访令绿鳄相当兴奋 更何况这小子风度翩翩 说话有趣 几句斗弄后 绿鳄已经着迷不已 当然杨过的三分风流 可能是承袭他老爹的遗传 但那番好口才还得归功于 黄荣的雕塑 果然郭伯母常叫我好好读书是对的 而正当杨过大展魅力的同时 莫名的花刺不小心扎在他的手上 仔细一瞧 那是枝叶上生满小刺的花朵 本以为没啥大爱 可是一回想起小龙女的身影 强烈的疼痛感立刻席卷阳过的身躯 原来这就是绝情谷特产的情花 只要被其所伤 毒素将会流入血液之中 一旦动了情欲 伤者将承受激烈的痛楚 然而话才刚说完 原处传来一阵骚动 动乱的源头正是周伯通 不仅戏耍身后的追兵 还剔下人家的招牌胡子 眼看一个老顽童快要挽垮绝情谷 身为谷主的公孙子现身了 但你算哪根葱 区区装枪做事的家伙 岂能关注周伯通 伴随无尽的追赶跑跳蹦 老顽童顺利逃脱 且准备带着杨过离开绝情谷 说不知就在此刻 一抹身影照应在杨过的眼中 什么 那不是姑姑吗 意外现身的小龙女令杨过有些错愕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 她决定和周伯通分道扬镳 并打算自个回到姑姑的身边 可惜结果并未如她所愿 虽说女子有着小龙女的外貌 却对认亲的杨过视若无睹 此外杨过还在绿二的口中 得知更加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公孙子即将迎娶这名女性 理所当然 这口鸟气谁吞得下去 瞎待各种不甘心 杨过再次来到女子的面前 只求能从对方口中听见一声过耳 可是公孙子却从中阻挠 毕竟她已经意识到这两人肯定有一腿 为了防止未婚妻遭人夺去 公孙子决定公开处决杨过 而看见情郎陷入危机之中 姑姑再也受不了了 于是立刻出手相助 接获小龙女的仇怠后 找回人生动力的杨过立即扫平战场 不过相较暖场的杂鱼 公孙子可就没种好对付了 左一掌右一掌 无尽的GIMING FIVE 顿时将杨过逼入死胡同 奔向以点缺的方式挡下公孙子 殊不知根本毫无用处 情急之下 杨过只能带着小龙女逃离现场 毕竟一番波折 她们来到一座废弃的房间 虽说威胁尚未解除 但就在这个片刻 小两口的眼中 以别无他物 想起过去的种种 跨越无数阻碍的她们 不禁热情相拥 尤其看见杨过那副 含情默默的眼神 小龙女的内心 再也按捺不住 刹那间 温暖的气息已充斥于彼此之间 来 姑姑亲一个 当然这对鸳鸯 恨不得时间就此停下 不过他俩人需摆脱外头的搅扰 为了找出对付公孙子的方法 杨过与小龙女开始寻找适用的兵器 仔细一瞧 这里就是周伯通曾经放火烧毁的兵器房 但多亏老玩童的恶搞 杨过才能发现藏匿于此的绝世好剑 话说这两把剑的外形相当稀奇 既无尖头又无剑锋 上头还分别刻上君子与淑女的字样 没错 她们就是日后造就以天剑的材料 但这些事情晚点再说 当务之急还是先解决外头的老不休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 小龙女不小心触碰到情花的毒刺 看见呆猛的姑姑意外擦伤 杨过赶紧怜香惜玉 可是对面的公孙子已经等不下去 于是双方正式开打 而后公孙子祭出阴阳捣乱刃法 剑矢刀招 刀韵剑法 离奇的招式令众人嘖嘖称奇 而面对难缠的敌人 杨过与小龙女再度合作放闪 或许公孙子认为那是肩肤淫妇剑 但我们都知道这是玉女剑法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 老不休差点被小两口打成傻帽 不过就在此刻 小龙女突然感受到激烈的痛楚 是的 情花毒发作了 眼看饥不可施 公孙子趁势摆平眼前的苦命鸳鸯 然而这老贼的手段还未到此结束 为了实现老牛吃嫩草的心愿 公孙子竟将杨过丢入情花丛 并以解药又使小龙女改变心意 理所当然 只要能救过耳 姑姑怎样都好 哪怕要用自己作为代价 而比起情花带来的追星之痛 杨过更加无法忍受爱妻遭到老贼逼迫 于是向小龙女表示 你一掌打死我吧 见到情郎受尽折磨 小龙女胸口一酸 接着突然扑向杨过的身边 别怕 姑姑陪你一起痛 话说情花略刺一下 疑痛得相当厉害 如今承受千真万次 撕裂身心的感受更是不言而喻 目睹这番情景 公孙子相当错愕 便赶紧将小龙女救出情花丛 而杨过则被关入大牢之中 过了两个时辰 一名蒙面人前来解救杨过 猛然一瞧 这才发现是公孙绿鹅 而这名红粉之脊 实属难得 不仅帮助杨过脱离大牢 甚至替他盗取自家珍宝 也就是情花图的解药 绝情丹 可惜计划并未成功 心机败露后 公孙子竟将他们一同 丢入地底的鳄鱼潭 说巧不巧 这般落难反倒让杨过发现解药 原来方才周伯通逃跑的时候 居然把拐来的宝物 藏在杨过的身上 而其中正好带有一粒绝情丹 可是杨过吃不下去 因为这是绝情谷最后一颗解药 换言之 杨过与小龙女 只有一人能够获救 而后杨过带着绿鹅 开始寻找逃神通道 殊不知远处有人鬼吼鬼叫 前去查看 底层竟有一位衣衫蓝绿的老婆婆 她的容貌惨破不堪 身上散发的气息 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对方居然是绿鹅的亲生母亲 球千尺 她的外号叫做铁掌莲花 也是铁掌帮的三小姐 话说铁掌帮曾经身世极慎 帮主球千任更是名武功极强的高手 不过在第二次划山论剑后 随着球千任出家忏悔 铁掌帮也消失于江湖之中 那么球千尺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别看人家现在怪里怪气 想当初她可是一位武艺高超的美人 由于曾和兄长意见不合 任性的她便只身闯荡江湖 结果恰巧来到绝情谷 并且认识了公孙子 虽说当时的公孙子已经练就祖传武功 也就是自封穴道之法和阴阳捣乱刃法 可是在球千尺的眼中 这两套功夫不过是缺陷甚多的把戏 所以便亲自将其改良一番 且加以传授招牌的铁掌功 此外球千尺还递公孙子消除外敌 也帮绝情谷奠定稳固的江湖基础 当然帮夫帮到这种地步实在叫人称陷 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因着球千尺认为丈夫的成就都是败他所赐 随意的辱骂加上严密的管束 公孙子在他面前根本毫无尊严 理所当然 不是每个男人都愿做七管言 所以公孙子就去找小三 对象则是身边的婢女 而在绿二三岁那年 球千尺无意间发现这段奸情 一怒之下 他将这对狗男女抛入情花丛 然后把单房的解药尽数销毁 只留给公孙子一粒私藏的绝情单 要码救自己 要码救情人 球千尺想看看对方的选择 殊不知公孙子未要获救 居然狠心撇下身边的爱人 当然整起事件并未结束 毕竟公孙子早已无法忍受 圣气凌人的妻子 所以他假意示好 又骗球千尺服下迷药 拐走对方身上 另一颗私藏的绝情单后 便挑断球千尺的手脚筋 再将他丢入万丈深渊 而这对夫妻的恩怨 也连带影响到下一代 或许是女儿的身影 总令公孙子想起球千尺 导致绿二鲜少受到父亲的疼爱 且以为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 讲到这里 绿二不禁对父亲的为人感到叹息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逃离此地 找到出口后 杨过立刻带着母女俩回到地面上 接着打算将方才留下的绝情单 送至小龙女的身边 伴随一番波折 姑姑总算服下解药 杨过也放下心中的大石 可惜在公孙子的设计下 苦命的鸳鸯仍旧受到拦阻 但没想到就在这时 诡异的笑声传遍婚礼的现场 没错 虎姑婆来抓你咯 理所当然 求千词的现身 让公孙子相当错愕 为什么屡屡破坏我的好事 难道贪图美色是罪过吗 公孙子一脸无耻地表示委屈 甚至准备出手伤人 眼看有理说不清 杨过与小龙女决定直接杀出绝情谷 只是过程并不顺利 碍于情花毒的影响 杨过与小龙女始终无法发挥玉女剑法 而面对公孙子颇涛汹涌的攻势 小两口有些把持不住 好在后方还有名师指教 伴随求千词聚聚到处老贼的弱点 杨过逐渐抓住敌人的破绽 紧接着一阵猛攻 杨过总算暂时逼退难缠的公孙子 不过这名色老头岂会善罢甘休 历经数度周旋后 公孙子再度申请小龙女 更胜以往无耻的作为 这次他不只要强娶小龙女 还要杨过亲自征上喜酒 当然小两口肯定打死不从 可是一旁的求千词 却表示没关系给他喝 眼看一把白刃架在姑姑的井上 杨过别无选择 只能忍通看着小龙女和老贼 接连喝下喜酒 说不知就在此刻 求千词突然放声大笑 因为公孙子的闭血功夫已经破了 原来这门祖传武学有着一大罩门 那就是不能沾昏 由于方才小龙女拿起酒杯的时候 手上的邪意恰好流入杯中 而求千词正是看准这点 所以才鼓吹他们喝下喜酒 早跟你说过 你公孙家这门功夫难练一破 不练也罢 目睹老贼踢到铁板 求千词相当得意 一而再再而三 你个恶婆娘老是坏我好事 公孙子的眼中宛如冒出火焰 接着举起刀剑 向求千词指使而去 但人家在谷底蹲这么多年 可不是蹲甲的 刹那间 一颗枣盒呼啸而过 硬生生打在公孙子的右眼上 这是求千词在谷底花费十余年苦练的武功 劲道之强 准头之雀 不输天下任何知名暗器 而后重伤的公孙子发出凄凉的哀嚎 转身奔出大厅 欲去欲远 最终消失在群山之中 伴随公孙子的离去 求千词顺理成章登上谷主大位 而上位的第一件事 便是替自己寻个好女婿 想也知道 这位贤婿必须是杨过 毕竟他早就意味到女儿的心意 当然我们的男主角怎可能乖乖就范 可是若不听从求千词的要求 那么杨过就别想拿到真正的最后一颗解药 唉 老公硬逼少女成亲 老婆强推少年娶女 有趣有趣 好在绿二真是个好女人 就算对杨过怀有深深情义 人不怨强人所难 他只希望对方能与之爱双宿双飞 而望着女儿向自己苦苦哀求 杨过与小龙女又展现出难得的痴情 婚姻不顺利的求千词难免感慨万千 于是念头一转 决定让友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杨过必须帮他摆平过去的敌人 一个名叫郭靖 一个叫做黄荣 两人都是求千词的弑兄仇人 而对于杨过来说 这何尝不是一项大礼 因为郭皇两人也是他的杀父仇人 于是杨过答应求千词的要求 并与小龙女一同离开了绝情谷 说来讽刺 尽管性命已划上期限 但此时此刻却是小两口最幸福的时光 不过这段短暂的喜悦 究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 杨过是否真会对郭靖下手 他能不能及时拿到解药 而这对鸳鸯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遭遇 我们之后再分解 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咯 如果你对神雕侠侣有任何自己的想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咯 喜欢我的影片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帮我按个分享 另外也别忘记加入我的FB粉丝团咯 我是再见小男们 我们下集再见